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我是首席伊玛木 穆夫迪穆哈姆阿什 我自2001年开始 在这座清真寺工作 清真寺是一个 可以让穆斯林每天聚集五次 向神祈祷的地方 因穆斯林只信奉一位神明 我们称之为阿拉 所以我们奉神之名 开始每天的生活 以奉神之名 结束我们的每一天 从早上到夜晚 每天五次 穆斯林会向神祈祷 祈祷亦称作 Salah或Namash 不同种族背景的人 对其亦有不同的称谓 但是都是一样的祈祷 依神信仰 是伊斯兰教的主要信仰 其次是相信有死后的生命 这是伊斯兰教的两个重要的原则 我们相信我们要对神负责 不论我们在世俗生活中做了什么 有怎样的行为 我们都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和解释 当死后站在神面前 在阿拉的面前 这便是伊斯兰教的主要信条和教义 这也是穆斯林对神心存责任 及感激的原因 我们相信 世间万物 发生的一切 是与人和宇宙联系着 在这个宇宙之中 这些都是有着神的应许 因此我们相信 最有能力的支持者 及供应者 就只有阿拉 及神 神是世间万物的神 祂创造了整个世界 所有的创造物 所有的生物 也是由神创造的 因此我们相信祂 我们敬拜祂 并向祂祈求一切的帮助 我们相信 祂拆遣不同的先知 于不同时期 到世间不同的地方来 让我们相信他们 这便是伊斯兰教 于1400年前 开始在世间传播的原因 而伊斯兰教 与早期的宗教 比方说基督教 或者犹太教 亦都有着联系 因为他们所相信的 先知及预言 我们也都相信着 伊斯兰教是神的 最新一个表现 也是最后一条诫命 他所给予的 我们称之为古兰经 古兰经是神的启示 由先知穆罕默德 接收到的 我们相信 穆罕默德是阿拉的先知 他接收到了神的启示 而神的启示 则被称为古兰经 这是一本被穆斯林 铭记于心的书 是一本独特的书 由阿拉伯语写成 可用原本的语言和文字 来祭诵 古兰经由小孩 成人及长者所祭诵 这便是古兰经 我们由衷地信奉它 其次 穆斯林在生活中 遵从圣书 古兰经 也都遵守先知 穆罕默德的吩咐 比方说 生活方式 如果你观察 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你会发现 他们有穿着的标准 他们在饮食方面 也都有着规条 穆斯林不吃猪肉 若是屠夫 在屠宰的时候 没有念诵阿拉的名字 那所宰杀的肉 穆斯林也是不能吃的 其他的规条包括 穆斯林女孩 要穿戴头巾 即是用筋 覆盖头和全身 这是神 给穆斯林的诫命 因此 穆斯林遵守 穆斯林吃的食物 叫清真食物 即合法的意思 神所禁止的事情 则要在生活中避免 在穆斯林的礼拜 和信仰中 他们只会敬拜一位神 你不会在礼拜的地方 发现其他物件 或神像 他们只信奉一位神 敬拜及遵守 神要他们做的一切 先知穆罕默德 为我们示范 如何在世上生活 如何融入当地社会 因为伊斯兰教 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它不是某特定地区的宗教 不是属于某群人 或某个民族的 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因此你不会发现 世上有哪一个国家 是没有穆斯林的 穆斯林遍布全世界 在所有的国家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现在世界上约有13亿穆斯林 有57个穆斯林主导的国家 穆斯林当中 有中国人 欧洲人 美国人 和俄罗斯人 在全世界 及任何种族中 都可以找到穆斯林 包括中国人 因此穆斯林遍布全世界 说到清真食物 你可以分别在 韩国菜 欧洲菜 中国菜 和东南亚菜中 找到清真食物 东南亚 是穆斯林聚居数量 最多的地方 印度尼西亚 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其次是孟加拉 巴基斯坦 也都有很多穆斯林 居住在印度 东南亚 是许多穆斯林 生活的地方 香港 是亚洲的一部分 穆斯林 在19世纪初 来到香港 香港的 第一座清真寺 建于19世纪中期 那座清真寺 今天依然存在 而这座清真寺 是香港最大的一座清真寺 名叫九龙清真寺 即伊斯兰中心 坐落于城市的中心 在尖沙嘴的弥敦道上 这座清真寺 始建于1896年 你可以在这里 找到许多的活动 它平时经常开放 从黎明到晚上10点 有时开放到晚上11点 一年中的某些日子 更会整晚开放 全天24小时的开放 你可以随时来到这里 清真寺的大门 为每个人敞开 每个人都可以到访 清真寺 而实际上 清真寺的建立 是为穆斯林 提供礼拜的场所 因此 穆斯林来到这里 约有2000位穆斯林 来到清真寺 敬拜神 从早到晚 每天礼拜五次 而在星期五 清真寺会聚满了人群 约有4000人 会在星期五的下午 聚集起来 敬拜神 这对于穆斯林来说 是重要且神圣的一天 在清真寺中 我们会举办不同的活动 有不同的课堂 给孩子们学习古兰经 清真寺里 有大约10名老师 他们专门负责 为孩子们讲授古兰经 我们大约有300位孩子 在本中心学习古兰经 我们会有一个 介绍伊斯兰教的课程 给非穆斯林的人 每周六也有此课 他们自己登记之后 来到这里 并学习什么是伊斯兰教 以及伊斯兰教的教导 和实践 这里是为穆斯林 所设立的中心 不同的穆斯林组织 可以在这座清真寺里 举办不同的活动 我们也都会提供场所 给来自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印度 孟加拉 及非洲等不同地方的 穆斯林组织 来举行他们的活动 这里的空间 他们都可以使用 因此 清真寺是一个让不同穆斯林 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我们也都会支持本地人 我们会募集捐款 并捐给世界上 有需要的地方 我们会为那些 发生地震等灾害的地方 及当中的灾民 进行募捐 因为我们是香港社会的一部分 广义来说 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因此 我们要互相关照 我们十分欢迎 到访清真寺的每一个人 不论你有什么样的 种族背景 及宗教背景 这些便是清真寺 会举办的活动 本清真寺 也是个可以举办婚礼的地方 穆斯林来到这里 并在这里举办婚礼 我们会给他们 颁发结婚证书 此外 也都会颁发 清真实物证书 给那些希望给穆斯林 提供清真实物的人 这些便是我们在清真寺 会进行的活动 除了宗教上的指导外 我们也都会 提供调解服务 解决家庭纠纷 人们来到清真寺 让我们帮助他们 调解 及和好 以上就是这些活动了 我们也都会提供宗教上的指导 这里有学者和伊玛木 在清真寺里工作 我们会指导来访的人们 这些便是我们清真寺的活动了 十分感谢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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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感谢观看